毒時天吳智英 laughing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那作為一位語壇人 我可能大概還是會就那個陳副主委 剛剛已經所謂我們揭露出 所謂我們揭露出了這樣的一個永續金融 以及IFERS 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去進步的一個推展 大概首先我們可能 哈囉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這樣可以嗎 好 OK 沒關係 我們就先繼續好了 當然可能首先還是需要先進一步問的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那麼在IVERS的一個架構出來 而且儘管接下來也進一步會去修訂那個證交法的一個執法 進一步要將年報當中去納入 納入永續專章之後 我們頭一個問題是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目前台灣即將要進展進去的一個 永續資訊揭露法制的新局 而這裡會出現一個細部的一個質問題 那就是讓我們現在的永續報告書何去何從 它跟接下來的一個IVERS也就是年報永續專章 會不會形成一個疊瘡家屋 或者是一個互為取代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概首先第一個問題還是要我們回到一個比較本質上的一個問題 那法律 永續報告書的一個法律定位是什麼 這個也是主辦單位也有去提出來的這樣一個問題 好 那這一連串的一個文字大概有興趣下載錢包 大家自己慢慢看就好 這只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直接講結果 目前永續報告書的一個法律的一個定位 它並不是依照法律 也不是依照法律所授權擬定的法規命令 也不是主管機關 依據主管機關所發布的一個行政規則 所擬製的這樣的一個報告書 也就是說呢 從結論上面來說 永續報告書的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定位 的答案就是它很難界定它的法律上的定位 但是我講這裡基本上比較不是在進行批判 而是金管會為什麼要去透過證交所跟櫃買中心 去發布永續報告書的作業辦法來作為它的一個根據 其實這個基本上是有 金管會在它的一個限制的一個情況下 所做的 坦白說是我認為是一個比較相對聰明的一個做法 但這個後面大概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能再進一步談到 但是 所以呢 它跟IFERS 接下來的年報永續專章 當然一個最直接上面的一個差別是 年報永續專章 當然它很直接就是證交法36條的 這樣的一個業務的一個文件 只是毫無疑問 兩者之間在法律定位上基本上是不一樣 但即便是不一樣 它外在所會產生出來的這樣的法律效果 或者是 它其實並不一定會像我們想像中的這麼樣的大 因為就算是永續報告書好了 它接下來 如果我們 我們剛剛一直所談到的所謂的票率 當進入到你去進行一個揭露不實 或者是對於市場消費者 會形成一個重要的一個誤導的一個情況下 它仍然還是會發生後續的一些相關的法律效果 一個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 我們 大概如果有念法律我們都會知道 民法刑法 民法跟刑法 當我們觸犯了民法構成侵權行為 或者是我們觸犯了刑法去成立一個刑事責任 通常我們會要求一個主觀上面的一個要素就是什麼 我們主觀上要去違反我們主觀上有一個注意義務 但是下一個問題那就是說 那請問什麼叫做是我的注意義務 作為一家的公司 我的公司負責人 我要怎麼去面對什麼叫做我的注意義務 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台灣過去的一個司法案例 其實已經有發展出來 它直接用永續報告書的前身 也就是CSR的報告 你CSR的報告 你這樣子記載 所以在進入到論端 你有沒有構成民視侵權行為 或相關的一個形式上面一個責任的時候 它的注意義務的界定 就直接按照你的CSR報告上面所寫的 直接產生的一個具象化的效果 那此外呢 如果在永續報告書當中的一個揭露 如果又是涉及到商品 而這個這樣的一個揭露的內容 一樣就是有揭露不死 或者是有產生的一個重大隱匿 而以至於會產生一進步一個誤導的話 一樣會有公平交易法的一個管制 那至於它有沒有證券詐欺的一個條款的使用 我們在講的其實是證交法二十條的第一項 這個目前還沒有相關的一個司法實務案例 可是已經有陸陸續續的一個學者 包含賴院長在內 其實已經有表達看法 認為一樣還是會有證交法上一個證券詐欺條款的一個使用 所以如果就算是從法律定位上 兩者之間確實有重大一個差異 可是在外在的這樣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效果 它的差異性不一定會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大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問題 二者之間會是一個跌床架屋嗎 我們還是一樣必須從更重要的一個制度上的一個本質 基本上去進行探討 永續報告書 制度上面的一個本質 我們都知道它主要是依循三大準則 GRI準則 薩斯比跟TCFD 但是也如同剛剛那個徐副總其實已經有去報告過 確實真的是在IFERS準則發布出來之後 真的就是有要一統江山 但它統的江山詞的是誰 薩斯比跟TCFD 所以呢 但是再回到目前 永續報告書的一個編制書上 其實主要還是它的大部分的內容主題還是以依循GRI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來去探討 永續報告書的目的 它還是在去探究我公司的一個營運 對於外在的環境跟人權產生的一個衝擊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評估基礎上 我們再進一步去界定 我要報導的重大主題到底是什麼 所以呢 而且在這個重大主題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強調的是跟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一個議和跟溝通 所以因此永續報告書它本質上 就是一個以利害關係人為導向的一份報告書 但是年報永續專章 也就是按照IFERS準則所製作的 它的情況剛好是顛倒過來 它的在重大性的一個判斷的上面 它強調的是企業所處的一個環境 它這樣的一個永續跟氣候風險 對於我企業組織的價值以及財務 會構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以及在這個影響的情況之下 我要擬定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能夠來去因應它 並且去盡力去追求跟財務報表的一個一致性 這一個目的其實它的本質是幹嘛 它就是要給投資人看的 徐副總剛剛其實也已經有提到這一點 它就是要給投資人看的 所以它重大性就會在於說 我揭露跟不揭露 我會不會去影響到投資人的一個投資決策 兩者之間本質其實不一樣 所以回到剛剛所提到的 我個人會認為接下來在台灣 其實在永續資訊揭露這一塊 永續報告書跟年報永續專章 成為一個雙軌化的一個機制的一個可能性會比較高 為什麼我說可能性 因為我不是主管機關 也許儘管會下一部就跟我講說 他們有計畫要廢除永續報告書 那就當我沒講吧 對 這樣就超級尷尬了 好 但是從制度功能的合理性來講 我認為兩者之間採用並行的一個雙軌制 並且彼此之間不會有互為跌床架物的情況 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但是認為這樣子事情是合理的 基本上不夠 面對到這樣一個雙軌化的一個永續資訊揭露新局 下一個問題它還是要去面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國際間芳心慰愛的一個反嫖綠的一個浪潮 這樣一個反嫖綠的浪潮 當然從聯合國COP27前發布的一個 誠信第一個報告 到今年大概大家討論度也很高的 歐盟的一個父權綠色消費者綠色聲明指令 裡面真的其實就蠻直接繼續去規定 你能夠去用環境友善 來做出你的一個相關的聲明嗎 當然基本上不能夠再這樣隨便亂做 除非是你有去提出具體可實踐的這個承諾 而且這個承諾還要有具備可驗證性 而對於你要去揭露 你在聲明當中要提到永續這個更難了 因為如果你又只是在環境的表現的面向很好的話 不夠因為他這裡所在提的永續是包含環境跟人權在內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反漂綠的這樣的一個規範的一個擬定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到這樣的一個浪潮 而且除此之外在LSE 倫恩政經學院他們 2023年一個發布的報告 這個是氣候漂綠 氣候漂綠的一個訴訟的一個增長幅度 大概就是呈現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增長 那這樣當中他們也去把它統整出四個scope 四個scope 那他們這些反漂綠的一個訴訟 到底在打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這個當然時間上的關係 大家可以再去參考就好 所以因此我們還是會去面對到一個問題 就算我們今天要邁入到一個雙軌化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因應這樣的一個反漂綠的一個浪潮 而且IFRS確實是一個還蠻好的一個準則 他至少基本上他追求的是一個可比較性跟可驗證性 以及盡可能的去進行一個量化 但問題是什麼 他還是要去面對 那我要怎麼判斷我的重大性 我什麼樣的一個資訊該揭露 什麼樣的一個資訊不該揭露 當我什麼樣的資訊沒有揭露的時候 會構成對於投資人決策影響的一個隱匿的重大性 然後裡面包含了S1準則 這個永續風險我們又要如何去進行界定 再加上尤其是如果我當我沒有辦法 盡可能用量化的時候 我還是必須一定要採用直信化的一個描述的時候 那我文字怎麼寫 就會去踏入到這個漂綠的一個風險 所以與其讓業界一直不斷的去猜測去探豪 然後我怎麼做怎麼寫才不會去進入到漂綠 其實更為直接的應該是什麼 我這裡當然就是要呼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5月2號的一個記者會 他們直接提出一個訴求 那我們為什麼就不直接去終結 目前台灣的反漂綠規範的沙漠呢 那我們就直接去擬定出一個明確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出來不就好了嗎 所以在5月就是一個奇妙的月份 接下來在5月23號環境部長已經有宣示一個類似的看法 那再來就是金管會在5月30號一樣 也預計在11月的時候要去推出 所以回到主辦單位剛剛一開始所提到的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ESG的一個新型態的一個法律架構是什麼 這裡只是一個初步的一個看法 兩者之間勇氣報告書跟年報勇氣專章成為一個雙軌化之後 但是如何去提升它的一個揭露的一個品質 一樣我們還是可以去透過反漂綠的規範 明確的導引企業告訴他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那大家有一個非常清楚明確的一個ESG的一個標準之後 當然這件事情可以就可以去進行期待 再來是金管會也已經去宣告永續經濟活動參考之音 這個主要是佛金融業的第二版 那這個裡面為什麼要去有第一版跟第二版的一個修正 可能時間上的關係我們暫時就先不談 但是這裡只是要去談的是說 在目前為止都還是 台灣就是進入到一個永續資訊揭露的一個時代 但下一個步驟這裡就會去引導出一個問題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進行永續資訊的一個揭露 揭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其實它的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在於 我透過這樣的一個資訊上一個揭露 能夠讓市場消費者跟投資人 藉由我本身的一個資訊的揭露 透過一個市場力量來導引我企業自律性的 能夠去推展進入到一個永續的一個轉型 這個其實才是資訊揭露的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而從這裡去出發 我們也可以大概可以進一步探討是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會進入到一個永續管理的時代 而不是只有單純是資訊上的揭露 也就是說資訊揭露之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進入到一個永續管理 這裡所在談的 對標的其實就是歐盟的CSDDD 這裡在談的就是 除了要去進行環境跟人權影響的淨值調查之外 它更為強調的就是 企業對於禁止調查後 那我要有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策略因應策略的一個擬定 以及對這個策略有效性的評估 以及進入到第三個 我的一個救濟的一個機制的一個建構 這裡就是在去討論的就是 當我進行完這一些的一個資訊的一個盤查 進行完這一些的一個調查跟辨識之後 我要怎麼樣子來去因應 目前可能或者是已經發生的 對於環境跟人權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局面 那這裡大家要先留意的是 經濟部已經去提出了台灣供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的草案 而且大家不要被這個文字給誤導 它的尊重人權 人權是包含環境權在內 那經濟部這一份文件蠻值得去念 去看的 它大概就是五十幾頁 五十幾頁的這樣的一個篇幅 我大概剩多少 OK 時間到了 好 那最後一個永續報告書 是不是要去進行一個統一上面的一個視權 這裡我最後大概就用三十秒 我就把它給結束掉 永續報告書目前的制度上的一個規範 目前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有沒有要進一步的 來提升它的一個法律上面的一個地位 這個部分呢 我們如果我們還是真的要去走向修法 當然有沒有要修法 這個是可以考慮 還是要真的去走向修法的話 大概不會是修證交法 而是會走向公司法 因為我們已經提過 永續報告書是以利害關係人為導向 這個部分公司法的堅持 更容性會比較大 所以因此這時候 主管機關不會是經管會 而會是經濟部 但有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可以考慮 因為它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如果經濟部今天要將指引 從行政規則的地位提升到法律層次的話 勢必有可能要馬力專法 但是更有可能去修訂公司法 這個時候呢 禁止管理的法案跟永續報告書 兩者之間有沒有可能去併在一起的一個可能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下一步可以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以上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傑凱仁理事長